好啦 今天又到了下午茶時間了 各位社團朋友 我們今天剛好有經過 永和復興商工的一個八碗涼麵 它這一間的涼麵還蠻特別的 它的份量還蠻大 然後這個啊 各位看一下 它的手工涼麵 都是每天用現煮的 所以你就有別於像 在外面常常看到的那個 現成的涼麵 那今天點了招牌的綜合涼麵 所以它的配料有這個 其實也蠻豐盛的 你看一下有小黃瓜 小黃瓜跟榨菜肉汁 然後這個呢 就是那個芝麻醬 然後比較特別 因為它的綜合的話 是有三種的口味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炸醬 然後有剛剛拿了一個辣椒包 這一份大概的話是90塊 是90塊 上讓各位看一下 分量比較大 因為這盤子比較大 所以你可能感覺不出來 那個麵有多少 那我們現在一一 把那個料的話 放在那個麵底上 其實這個還蠻 蠻大的喔 看一下 大概是7分 涼麵的兩倍 兩倍到三倍有吧 我個人覺得啦 那我們現在把醬料倒上去 鋪品其實盤遠的話 盤子你看看 都被這個涼麵給填滿了 剛剛那盤子還蠻大 好啦那我們現在放料囉 這個盤子有沒有很熟悉 就是昨天吃烤鴨剩下的盤子 看這個榨菜啊 都已經快比大概有五分之一的麵底的量了 這邊比較特別它的東西都是手工啦 各位看一下 哇塞這個 榨菜 這麼一大坨 好像不用錢的 然後小黃瓜啦 它的綜合涼麵就是 號稱他們有特別的醬汁 然後我們現在再看一下它的那個炸醬 讓各位看一下這個炸醬其實你看啊 它其實還蠻醜的 而且有一種那種豆瓣的香氣 所以搭配這個麵啊 超好吃 因為上次我吃過一次之後啊 就從此愛上他們家的涼麵 然後來看一下 這炸醬我把它倒下去囉 喔這一盤只要90塊啦各位 是不是超豐盛 等一下我怕它滑下來 先等一下固定一下 最後呢就是要介紹他們家的靈魂 就是這個芝麻醬 它用特製的那個香油 然後現在香氣非常 這一碗只要90塊 是不是很難想像 這個聽說是父親張公 學生每天午餐必備的一個涼麵喔 非常的大碗 我現在把那個麵倒下去 我把它均勻的淋在這麵底 我要吃這一碗 男生就算男生吃這一碗 可能 可能晚餐都不用吃了 喔那各位在這個芝麻醬 芝麻回家的時候 記得要攪拌一下 因為它還是會沉澱一點點喔 在那個袋子裡面 就浪費了 好啦各位 這就是今天八碗涼麵的招牌 綜合涼麵 然後真的是還蠻超好吃的 你看一下喔 這個是 在最後帶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洋蔥 然後這邊是榨菜肉汁 然後一個是豆干 豆瓣醬 然後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一定要選擇他們家的辣椒 跟著麵拌著一起吃 超好吃的 那我就要來開動 就不跟大家多做介紹囉 有機會 歡迎大家去父親張公的八碗涼麵 試一下 記得吃的時候 這個麵要拌一拌喔 才會有味道 會比較好吃喔 那就這樣掰掰